2020年前总统蔡英文视察乐山雷达战 设立在新竹山区海拔2620公尺山上 乐山长城预警雷达机敏性高中兵部署 能有效掌握共军动态 而当年世岛意外曝光美方人员站在人群之中 军方当时态度低调 但如今美方间接证实台美军是合作再加一 从美国司法部日前曝光 飞弹雷达采购弊案新闻稿中 相当明确指出雷神证实 我国军在长城预警雷达站派遣人员的合约上 扭曲成本收取过高费用 证实了一份合约收两次钱 这段文字内容等同间接证实 美方派员驻站操作雷达 美国的雷神公司 它在相关的类似雷达局售中 都会佩服所谓的技术服务人员 那在相关的雷达的设备维护部分 这是由雷神公司台前的这个技术服务人员 也就是工程师进行相关设备维护 军事专家分析在军售合作中 都会有美国厂商派员来台协助教育训练 以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等 而过去汉光期间 爱国者飞弹发射车部署 在大家河滨公园时 也可以发现美方顾问人员身影 台美军事合作交流 双向互惠 包括训练 还有军事情报交流 还有相关的资源 包括台湾以往提供部分的弹药 还有人道具物资给美国 台美军事合作从过去 秘而不宣到近期 逐步走向台面化 只不过双方互动 恐怕会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 让两岸关系更加紧绷 东线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道 燃热热血放球魂 十场尊霸看东森